HELLO 大家好 我是台南微光耳機的長工 今天這個主題是我們來聊一下 廠商沒有告訴你的事 就是有關於配重眼鏡 其實關於眼鏡的配重這一塊 我已經講了很多次了 就是說其實眼鏡的配重 它的比重非常重要 那現在也開始有一些廠商 開始出來一些 所謂強調說眼鏡配重的部分 但是目前市面上有一些 這些配重的眼鏡我看過了 也有廠商拿來給我看 我自己也試戴過 發現有一部分我自己戴的感覺 發現有一些問題 我可以拿出來跟大家討論一下 那當然這是我自己戴的一個 我的感覺跟觀點 給各位做一下參考 那你們也可以 從這一個方面 比如說你們到眼鏡行去 要去試戴這種有關於配重眼鏡的 不是時候你們有幾個重點 你們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說市面上配重的方式很多 但是不外負就是什麼呢 就是在近角的後面這邊加重 讓它整個眼鏡的配重是比較往後帶 但是有很多的設計 我覺得出了有一點點問題 我們來看最經典就像這一款 它整個金屬框 然後整個金屬細腳到這邊做一個加重的配重 OK好 我們先來看幾個問題 第一個 它就是在那個金屬腳後面多了一個 有點類似像墜式啊 或者是一個造型的感覺 那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問題 這一段它是會貼在我們的耳朵後面對不對 可是你看喔 它細的 我這樣看 這是一支金屬的細腳 那一般大部分金屬細腳 後面是這個樣子 OK沒有問題嗎 可是它凸了這一塊 那 凸出來的這一個部分 會不會去頂到你耳朵的那個 後面的皮膚 因為我戴的時候會有這個感覺 就會有一個像有一個抑鬱感 有一個那個 台語叫做點點啦 然後就是會有一種 因為它不平整嘛 那因為我們 你會想要去配這種眼鏡就是什麼呢 就是要讓我們眼鏡比較不容易滑落 那你要不容易滑落 我們在金屬腳後面一定會怎麼樣 盡量去貼合我們耳朵後面的皮膚 對不對 增加它的摩擦力嘛 不是只是靠重量而已 還有增加 進腳內面跟我們耳朵後面的皮膚的貼合 對不對 這樣子是不是整個穩定性才會好 可是像它凸這個樣子 那你貼合起來是不是會有一點異物感 這是第一點要注意的 第二點是什麼呢 像這樣子金屬細腳喔 我們來看一下 像這樣子金屬細腳 第一個齁 我常常說如果你要配眼鏡 像我自己以前也很喜歡這種金屬細腳 因為我覺得很漂亮 這個我們業界的術語叫湯匙腳 就是它這個形狀有一個像湯匙一樣 就是沒有腳套的 那整體的質感其實是漂亮的 那這種眼鏡會有一個什麼樣的問題呢 第一個它後面很細 那重量上就會有一個差別 再來呢 金屬表面會比較光滑 所以相對著它的摩擦力也會比較小嘛 所以它如果說你的前面的鏡片稍微重一點 後面的重量輕 像這樣的金屬細腳 我們再戴起來第一個 比較容易不舒服 所以你看喔 可是它後面是用這樣子細的 然後下面加重 這會產生一個什麼樣的問題 來 這個是我們的 譬如說這裡是耳朵 我們靠著 這裡已經細了 這邊加重是不是會往下壓 然後它細 這邊壓 是不是它的壓力反而是變大的 所以這樣子帶我個人的感覺是 耳朵上面這邊的壓力其實偏重 因為細嘛 你又重量又壓下去 當然是不是這邊的感受性會比較多一點 所以我們看到 像我之前最推的三本櫃的這個 它整個是觸酸纖維的長角套 然後它在這邊 多了一個金屬 金屬柱 這個金屬柱完全包在裡面 這裡呢是完全平滑 而且這邊為什麼要做加寬 第一個重量可以增加 再來呢增加摩擦力 所以戴起來的穩定性就會好很多 跟這個差別 我們可以看到圖片上這樣子的差別 會差很多 所以這兩點要特別注意 那再來還有一點就是說 有關材質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喔 鏡腳末端 它這個是金屬框 所以鏡腳末端這一段 是完全是貼在你的皮膚上的 那如果說它今天它是純鈦的 然後它表面的電鍍是那種無涅電鍍 那個可能就沒有問題 可是今天如果說它的材質 不是那麼的好 那可能像這種金屬細腳 完全貼在你的皮膚上 一些比較敏感的人 或者你比較容易流汗的人 可能會出問題 還有再來喔 這個鑄件通常不會是一體成型的 這一塊通常是裝上去的 那通常這種鑄件 它是以純鈦去製作的機率有沒有 真的不高 幾點喔 第一個 純鈦的第一個做這種鑄件造型的 第一個成本高 再來呢 純鈦比較輕 它如果要做配重 這一塊它可能用的不是純鈦 那這一段又跟你的皮膚接觸在一起 就會比較容易產生一些問題 所以各位 現在市面上開始出現了很多有關於配重眼鏡的 這樣子的東西 可是 這幾點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那怎麼樣去找適不適合呢 我還是建議 最好內面是比較平整的 像這種內面有造型比較不平整的 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你在 世代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喔 最好 我們手可以去摸一下耳朵後面 就是說你可能在當下 鏡框 因為可能一隻新的鏡框 完全沒有按照你的臉型去調整過嘛 所以它可能你在試戴的時候 它後面這一塊是沒有碰觸到你的皮膚的 那你可能戴的當下你覺得沒有問題 可是當去把它調整之後 去把它貼合你的皮膚的時候 再戴的可能不適感可能就會產生了 所以呢 你可能 我的建議是這樣子 你試戴之後呢 可以手伸到耳朵後面 把這邊往你的皮膚稍微貼 稍微調整 試一下看看那個感受 你有沒有覺得不舒服 這個很重要 所以以上這三點 我們再特別 再複習一下 就是說 第一個 金屬細腳這一段 它的摩擦力跟穩定性 還有它的產生的那個什麼 對耳朵上的壓力可能會稍微大一點 然後再來 後面這一段住件可能會產生不舒服 再來就是材質的部分 以上 配重的部分 我還是會建議 找靜腳末端是有這個腳套的 會好一點 以上就是 這一次有關於配重眼鏡的一些注意事項 給大家做一下參考 如果你覺得 你自己去試戴 你覺得很OK很棒 當然它還是可以買 我現在講的是什麼呢 我自己試戴的感覺 跟我在看鏡框的一些觀點 給大家做一下參考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謝謝各位 謝謝 task 謝謝 謝謝 謝謝